好 如宗哥這個 全台灣徒步環島 跟陌生人一起環島經歷 應該有吧 有 其實我一個人認為 其實徒步環島是個人的事情 所以我不希望有旅辦 但是我在倒數 第四十一天的時候 我是走四十五天 第四十一天的時候 我都搭最早的火車 要從瑞瑞走到鳳林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大概五點半就有一個人說 如宗大哥 你是呂吳宗 說我是 我也在徒步環島 我覺得我們可以聊一聊 他下車了之後 我們就聊一下 可是我心裡想說 聊完了我們就可以各走各的 不可能 你要跟我一起走 那我就暗示他說 那你今天的路程是哪裡到哪裡 他說我今天是瑞瑞到鳳林 我說可一模一樣 完全不知道怎麼去拒絕他 那我們就走吧 可是你知道藝人 就會有點帶氣氛 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很嚴肅 我就聊天 聊到這裡我覺得太乾了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一個人走 我們可以互相搭檔 但不要一直黏在一起 所以我就跟他明說對不對 我就跟他明說 我們吃飯喝水在一起就好了 其他你可以走走 前面走走後面 雖然都是同一條路 但是我們不要這麼的黏膩 他說如宗哥沒問題 然後從頭到尾都告訴我 如宗哥你要養生 你要戒糖 你要倒著走 你要按摩 就是一個非常老成的年輕人 他才三十歲 從頭到尾都在講這一些 我心裡想好沉重喔 還帶我去吃最好吃的冰淇淋 你不叫我戒糖嗎 好 這一天 這一天終於過去了 其實也愉快 因為他是當地人 他可以知道 我可以不用去看地圖 我可以知道怎麼走那一條路 所以我就說拜拜 覺得是一個難得有旅辦的經驗 四十幾天來 第二天我要從鳳林走到花蓮 我還是搭第一班車 結果眼睛張開了說 你是如宗哥嗎 又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如影隨行 同一個人 同一個時辰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行程 今天是他往鳳林到花蓮 最後一天 他三十七天走完徒步很好 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會參與他的最後一天 那我就跟不好拒絕了 我們已經碰到面第二天了 你總不會說 你走 你走你的 那你就有一個默契 就是好吧 那就像昨天一樣 我會聽到他講養身 要講按摩 又要講倒著走 要講戒糖 沒有 他忽然變得超級安靜 走在我的前面 我拍他背影 就像個落寞的老人一樣 我才知道原來徒步環島 到了最後一天 不是歡天喜地 說走完了 是這麼的捨不得 他忽然不講話了 走在前面 或者走在我狠後面 逗逗小狗 我那時候覺得 我在遇襲 如果我第四十五天的時候 我也不會像我現在的疲倦 跟開心 我會像現在像落寞的老人 多麼捨不得 明明要回家 卻這麼捨不得 所以我們就走到了 到最後一公里的時候 我就心裡換了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來訪問好了 我可以拍攝影片 請問一下 黑德羅 請問一下你現在走了 現在已經三十九天 最後一天 三十七天 最後一天你的心情感覺怎麼樣 他就說 五味雜陳 然後就說 終於完成屬於自己的 一個人的旅遊 我就心裡想的事情是 他一個人走 沒有人幫他鼓掌跟歡呼 他這麼厲害 一個人走完了 連續三十七天 我還分批走 我想幫他歡呼 所以當他走在最後面的時候 我要繼續往華聯的市區 他要右轉到他的家有100公尺 我當下就跟大家講說 那我們就在這邊分道揚鑣了 因為我要繼續往前 我要做電台的連線 我不能送你一起到吉安 你的家 那我們就這邊說拜拜了 好 劉頓哥 拜拜 我們先看影片好不好 先看這段VC啊 請問一下小兵先生 最後一百公尺 請發表得獎感言 很期待啊 很期待喔 最後一旅路啊 給你拍拍手耶 要完成了 平安的完成 平安完成 平安完成 你看他幾點 這幾點 現在 1點41分 所以你大概1點50分會到 也許1點45分就到了 對1點45分就到了 1點45分 歷史上紀念的這一刻喔 隨個人的 3點45分 真的 一切平安喔 從此以後會很順利喔 加油 珍重喔 寶重 謝謝小兵 謝謝 拜拜 恭喜 37天走完了 解脫了 但其實都陰陰不捨 你看這個背影 都陰陰不捨 恭喜恭喜 好 我就這樣子 愛你幸福 最後這段有你幫他記錄 對 我就一直報導的時候 其他已經沒聽到了 小兵你一定會順利的 我就在旁邊錄 你一定會順利的 交女朋友會順利的 工作也會順利的 你太厲害了 怎麼這麼強 走完了 拜拜 好 小兵現在我要自己 往自己的路上走 他都聽不到 他只在後面一直跟我揮一聲 我就拍下來了 那我就繼續做 我的電台連線 我要走到花蓮市區 我迷路了 我大迷路 走到了鐵軌 跟水溝的旁邊 大迷路 後面有人叫我 小兵來叫我了 我迷路 你怎麼會找到我 他已經回家 徒步環島達正了 回家 騎摩托車出來 決定要給如中哥 一個伴手禮 去買了伴手禮 在市區亂逛 居然看到我迷路 就過來 他為什麼要過來 他過來的意思是 告訴我說 現在我是學長 我是前輩 我不用叫你如中哥 叫前輩 他就是這個男生 真的很好笑的 那我後來知道 他為什麼會有 這一段伴手禮 這個小男生怎麼這麼懂事 因為我把影片傳給他 就是我把這個 我為他加油 你工作什麼什麼順利 他大感動 我說怎麼會有一個藝人 幫我做這樣的事情 為我加油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徒步環島 像我也在最後一天 Line給慶儀跟很多人 你們就是給我一句 恭喜 加油 平安 可是其實我們是 非常落寞的 我們是非常Longly的 那有一個人 這麼歡天喜地的 幫他錄了影片 一直給他加油 他很感動 所以他就送我伴手禮 那這件事還有一個後續 就是我們再也沒有聯絡了 那臉書就是有這樣大數據 他會告訴你 FB又可以誰來聯絡 就出現了他的臉書 我居然瞄到他上面寫 此次三十七天旅程當中 最快樂的就是 跟如宗哥的這一段 我就覺得 懂事的男生 真的 你溫暖了他的心 彼此溫暖 陌生旅伴會帶給我們生命中 沒有想過的一些驚奇 是 好 最後還在問如宗哥 跟陌生旅遊 到底要注意什麼事情 才會把這份驚喜 好好的持續 而不會變成驚嚇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不要期待厭遇 因為當你 我們這集 可能有另外的副作用 大家開始期待 土耳其車 日本美女 你驚蟲衝腦 或是你一直想要厭遇 你會判斷失準 你趕快起床 肾都沒了 不要硬去期待 我去歐洲 就要有一個厭遇什麼的 第二個 不要輕易地嘗試 你不知道的飲料 毒品或是藥 真的 其實當地是合法的 也許你回來都很麻煩 為什麼一定要嘗試呢 第三個最基本就是 你終究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這次旅遊的目的 是平安回家 為了下一次旅遊 所以讓你任何覺得 直覺或判斷 這件事情可能會讓我不安全 不能平安回家的 就不要去 也不要做 OK 好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 非常非常激勵人心的分享 我想大家跟我一樣 應該已經蠢蠢欲動了 心靈非常的激動 當然剛剛講的一些這個 副作用 或者注意事實上 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清楚 那麼接下來就可以帶著一個 全新的心 看新的風景 找新的伴侶 那我們用 一個很不一樣的心情 展開未知的旅程吧 一起出發吧 拜拜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